開始有全球資訊網,就是有瀏覽器這些東西 那我就跑去跟我校長說 校長以前都說我要找教授 因為我對人工資會很有興趣 校長都說你要讀很好高中,念很好大學 考核據阿一才能去我喜歡的那些教授 去美國的實驗室去跟他們一起合作 但是當時因為發明了這種全球資訊網 所以我就直接在上面就可以跟教授一起搭配 等於是有個捷徑 那因為他隔著網路,誒不知道我才14歲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開始一起做工作 當時我的校長,北山國中郭惠平校長 聽了我講這一段話 然後他就說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實驗教育 所以他就等於幫我擋個教育局 然後就等於圍造圍書 就是說把我那個都不算礦課 但是我其實就沒有再去學校 後來我就創辦 跟幾個朋友創辦一家網路公司資訊人 那時候還有蠻有名的 就是後緣去校的那些人 然後那就等於是網路泡沫的整個過程 就大概就一直在創業 那創業到一個程度我就去西里 然後我一直都愛跟西里有一些公司合作 像大家如果有用蘋果的手機 裡面的那個Siri就是跟你說話的 那時候我加入蘋果的時候 還不會講中文 那他會講中文 有一部分是我的貢獻這樣 那或者大家看到蘋果手機裡面 如果有中文的詞點 有那個武南活用活語字典 你按中文字他可以插字典 那那個幾乎蠻多是我的貢獻 那反正就是一直有在 就是跟蘋果公司合作 那大概做到33歲 就是大概2014年 就是我等於出社會大概20年 就退休了 那就等於轉到 賺到很多錢 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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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到之後就做公益 那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公益 像各位的小孩有些可能用 學台語的一個字典叫做蒙典 蒙是蒙芽的蒙 它就是裡面有台語的客家話 有國語英文的文法文等等 那這些這個字典也是 就是我帶著一群人做出來的 那所以大概就是做一些這種 我們叫做開放原始嘛 就是拋棄掉著作權 大家都可以來使用 那一些公益的一些工作 那公益工作做一做 就我覺得還認識蠻多朋友 那後來當時 佔領運動的時候 我們這些朋友就幫助 那些佔領的學生啊 佔領的NGO啊 去對國外發聲啊 然後去幫他們去 進行他們內部的溝通啊 外部的溝通這些 所以當時就是佔領運動的那個網站啊 這些我們也都有的房間 這樣直播啊這些 那佔領之後 其實整個台灣的政治氣氛就有改變 就是當年那些就是 還比較悲響的都沒有選上 那些這個說比較開放的 有些自己不知道的就選上了 然後就還沒有準備 這個 就這樣改言 但是就夢醒了就選上了 那所以那選後之後 各地的政府沒有只是個文者 當時像賴慶德市長是第二任 他也是以台灣政府作為他的競選的政策 選上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他選上的時候 有一陣子跟他的市議會的關係比較特別 那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就是 透過代言民主來進行討論 所以他就就是巡迴台南的各區啊 直接去跟人民去開那個公民論壇 那這個時候他就需要很多這種 我剛剛講的數位技術還這些的輔助 所以當時各地包含中央 都需要這樣子的人才 那我就等於在 國家養關學院的實習政總處 等等這些地方訓練了大概上千尾 不同層級的 從十二指南開始 一路往下到地方的公務員 也沒有分藍綠啊 因為公務員就是 你知道就是新的總理嘛 所以就訓練他們說 怎麼樣在這個新的期待去 跟大家用這樣的方法溝通 那所以到2016年 就是林軍院長 那他組閣了 沒多久他們就發現說 你看我還是需要一個人 就是幫忙他們去繼續 讓公務員知道 怎麼樣能夠新行到的方法 去跟民眾溝通 那所以大概2016年10月 就再把我找進來 打保證委員的工作 所以我大概2014年年底開始 一起這樣合作 那2016年又重新入閣 那入閣之後 大概就管三件事情 一個是叫開放政府 就是缺乏說 大家不是只能投票 大家可以透過各種方式 連署啊 透過現在有公投啊 現在有參與式預算啊 各種不是只是選人的方法 可以透過選事情的方法 來助盡民主 這第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所謂社會創情 就是說 像南部這邊 大家有提過像謝罕爾基金會 他們是不靠捐款的一家NPO 意思就是說他自己有商品 自己有服務 他自己有營養模式 那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去 像主婦聯合合作社會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只能去促進這種對環保 或者對社會有幫助 但是他自己也有 又有產品的服務可以買 那這些朋友 讓更多人能夠了解 那社會企業 這個也是我的憂慮 那第三個就是青年參與 行政有一個青年的諮詢委員會 那怎麼樣讓青年的聲音 可以更多的進到政府來 那這個也算是我的工作 那後來就不小心就變成 好像有點祝聯合國的大師 那種感覺就是 會一直去參加聯合國的一些會議 那因為我們挑了一些聯合國 比較感興趣的一些題目 例如說我剛剛講 怎麼促進民主創新 那在這些題目上面 PRC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 就是他代表講什麼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那些論壇 我們去講的時候 沒有 就不會被打壓 因為 因為中國不在 不是 他不在 他不能不在 他不能在 他在這個 他在這個人多慘 對 所以後來就在那些論壇 我們的發言權就很高 那只是說因為有一場剛好直播 所以就被媒體發現了 那但是其實從那個以前 到那個之後 其實我一直都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在幫聯合國發生這樣 那後來也變成現在我們所謂 美國應該有戰略的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 如果大家感興趣 大家也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就大概開放政府 然後社會創新的參與 然後最近一年又多的數位外交 大概這四個是一個 新政院的任務這樣子 講這樣就完了 剛剛你說佔領運動是哪一個佔領運動 就是2014年俗稱太陽化運動的 308學生運動 對 很多佔領運動 對 我在 我在 就比較大的佔領運動 好 好 好 本身國中是木炸那個本身國 對對對 在那邊教我 喔 是我 是是 陳老師 好 OK 我沒那麼老啦 我沒教過 我看一下 OK OK 對啊 北三國中是開明 學風開明的地方 好 那所以就這樣 那還有沒有什麼要舉手答案 好 來 請教這種人 那個 教授老師說 提到說那個 你之前用什麼 那個網路突破 封鎖進入那個機器的聯合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就是 嗯 因為會有一個東西叫做 網路治理論壇 網路治理論壇 它叫做IGF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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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全世界的人 一起來討論網際網路上的一些 一些問題 那所以 沒事就會有 有這種報導 就是那一次就不小心被報導 這樣子 那 跳出來就還在掃一些 嗯 就把當時的報導找出來 對 就是一個 對 對 對 因為我國比較宅 所以 黑底的 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對 但是就是 嗯 用視訊的方式 當時 聯合國網路是一個韓式在日內瓦 就是聯合國的一個歐洲總部 那我們討論的題目是 內陸國跟小島國要怎麼樣克服數位落差 因為小島國它的海蘭是很 就是戰略資源 那像台灣海蘭是很重要 那內陸國是說它旁邊都是別的國家 它沒有別的辦法聯合海蘭 它必須經過別的 那這個我們都是很有經驗 我們很多有防 不是內陸國的小島國 那所以 我們就是在那邊去講 我們怎麼克服數位落差 那 所以 這些 這就是我的發言的 全文 然後底下PTT 就 就對爆了 然後 我用的應該是 第三台 這一台 就是有很多選擇 那當時因為日內晚的那個辦事處就是 只租得到這一台 所以就是用這一台 那所以 我就可以在會場走來走去 然後跟人聊天啊 談論啊 對 都沒有什麼差別 那五人在台等 然後就是包含我們 國安會 NCC交通部這些人 都是等於是 搭五這台車 然後可以在日內晚回來跑去 那 因為聯合國他們的規則是這樣 就是說 發言的人 他必須要這個 有先檢察律照 那所以大部分的台灣的官員 是在護照警察這一關 就進不去那個部門 但是因為機器人 是不希望律照 他只是七彩而已 對 所以當時就是 我們就請郵邦的朋友們 幫我們這個 七彩帶進去 那帶進去之後 他一打開 那就 就是我啦 其實 其實我已經 就是做了兩兩多次 那 只是因為那一次有直播 所以被記者發現 我本來都沒有要很高調 對 那所以之前台灣 大家比較知道 我做過的 同樣的一件事情 是在故宮 就是 可以看一下 那時候故宮南院 邀請我去參觀 那就是日本的一些國寶 像小冰鋼裡面的 庫路年紀 哆啦A夢裡面的那個圖偶 之類 就是跑來這邊展覽 那所以當時我也是 就是開 完全同樣一台機器人 然後 你現在還可以看到 就是 故宮當時的院長 跟我們這個解說 那解說的時候 這個就是 然後我機器人看出去的那個 那線上這個 一百多位朋友 大概有一百多個人 跟我們一起 對 我們現在就是 台港 對 你如果往下看的話 就是看到這個 之前展覽的過程 你現在是要機器人的視頻 要再看 對 拍在機器人上面 你看 像這樣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很大幅 然後這是故宮當時的院長 正在跟我解釋 跟他跟我介紹 那我就等於按鍵盤 上下左右 就可以就是 在那邊走來走去 所以就是 跟一般的遊客一樣 等於有一個動線 那但是因為又是直播 所以旁邊的人都可以留言 就跟大家slide 然後問我問題 那大家問我問題 我就拿去問院長 因為我是導覽員 因為故宮南院 當時比較少人知道 我現在也比較少人知道 我想故宮北院一樣 所以當時也是幫南院 打一顆廣告 那這是我在台灣第一次 第一次用這個技術 你就可以看到機器人的身體 就長這樣 然後上面就是一台iPhone 這樣 那所以 後來就是 就是這台 那像 最近才 兩個禮拜前 我在威尼斯雙年展 那是一個藝術展 我也是開這一台 然後去參加那個 台灣的展覽 所以我就是白天上班 那晚上就是 歐洲的白天 然後美國的白天 我就開這一台 就是 就是到廚房 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 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節能檢查 而且不用調時差 就是不用做電信 不用調時差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真的沒有護照問題 就是就算是聯合國的建築 那就是把器材帶進去 沒有過規則裡面 其實沒有說 你不能放錄影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放錄影 所以就算這個錄影 是兩兩從前錄的 但是還是錄影 對 所以其實沒有違反 大家的規則 那當時在日內瓦那一次 是當然 就是對方的住日內瓦當時 當然就是 艾事團的人 當然就是要象徵性抗議一下 那但是他抗議就沒有用 因為 第一個他沒有違反 大家的規則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按照他們的做法 其實是不能跟我們的代表 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就是如果 他不能讓我們退席 他自己就要退席 這是他們的規則 那就是不能雙重代表 就是聯合過某一套決議 對 那那是因為這台機器 他不算是代表 對 所以 那他也沒有退席 他就坐在那邊聽我講 對 那所以 那從那個時候就開一個線盃 那所以 我到後來 其實聯合過很多的會議 像那個聯合過經 就是經濟社會的會 或者是 人居住的Habitage 或者是 有續發展網路SDSM 這些 大概都是用這些方式 都很容易參加 那後來 PS那邊也發展出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都是 不會瞞著大會 我們就會說 我們幾點幾分 就會在那邊出現 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很策略性 就不出現 然後就 對外都會說 他們的模範什麼 我們也不跟他們吵 就是 會有一個妥協的一個 相關無事的這個情況 所以 等於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實施參與 人的模式 沒有困難的 但是 條件就是那個題目是 對方發言權比較少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OK嗎 好 現在很多官員都使用這種方式 所以這個我剛剛應該有回答了吧 就是說 不管是最後下禮拜三規則怎麼樣 到底哪一個 我是希望不要分裂 分裂也對 對誰都沒有什麼好處 有另外一位朋友們關心說 手機名料都可以作弊 其實電話名料也可以作弊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最大的差別其實是 世話想的時候 家裡通常是找被接 通常不是就是小孩子接 年輕人自己在玩電動 對 年輕人自己在玩電動 而且一定不是找他的 他為什麼要接 如果找他的話就一定是傳媒資訊 一定是留什麼雲訊息啊 還是什麼 一定不可能找 世話找年輕人 對 所以他會影響三控 政委 你剛才講到那個 那個電話名料會作弊的部分 對啊 因為我們從事民主政治那麼久 但是有看到民進黨的黨內出選 在做民調 但是我們民調拆封的時候是 都在10點半過 對 才陸續拆封 但是為什麼民調一做完 早上8點多的時候 都知道趴出了 為什麼還沒有拆封之前 就知道趴出了 就是有個人 就是有個人 沒有沒有 那個人要拆封幹嘛 你聽懂是我 對 第一個嘛 就是這個 的部分 再來第二部分就是說 因為 我們一直在講的就是 有某一個派系掌握 很多的民調公司 但是他抽到的幾乎都是他提供的 你講的就是這些電話 就做參數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說你問的方法 對 因為他當然都會有一個亂數順序 什麼 尤其物理室的時候 那個順序都是要打亂 可是他有的時候問的方法 問的口氣 他設計的方法等等 他對你結果還是有一定的影響 那所以其實最大的問題 還是就是互相信任的問題 因為理論上 如果有一些比較中一 客觀的民調公司 是兩邊都可以信任的 這個問題是就迎刃而解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他確實比較困難 那這個跟式化跟手是沒有關係 這個是這個民調的執行者 他能不能被兩邊信任 剛剛有多問題 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所變化民調過去 當然是可以作弊 但是他作弊的難度很高 而且他的執行率跟執行的結果 跟實際投票差別不大的原因就是 變化民調他是有母體 而那個母體是 都是前一年就已經決定了 你不能臨時花錢去買 那手機民調是不是 他那個母體是 我現在臨時花錢就可以去買 比如說 他目前的手機還有很多空耗 我臨時花錢把那些還沒賣出去的 通通都買進來 然後就可以去想那個名叫 這個其實不太容易 就是因為你要辦一個手機門號 它是有一定的難度 就是如果 其實這個我們在線上 做電子連署的時候 也有人問過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電子連署 我們有一個join平台 就是大家只要湊到五千票 就可以召喚當中了 就是就可以要這個 大家就是各部會出來做一個交代 那當時大家也問說 那我要湊五千票 那我是不是申請五千個門號就可以了 對那其實我們也問過 就是被問過一樣的問題 但是這個其實是很困難 就是說 第一個是說 因為你辦的時候需要雙人檢 然後大部分電信公司都會防止 就是有那個人頭信卡的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一方 你一次要辦你一千個門號 要辦你五千個門號 電信公司那邊就會擋住 所以其實你很難自己去佔那個空耗 因為這個patent 它是 因為台灣就那麼幾家電信公司 那是非常容易震懾到 那電信公司也會怕說 被拿來當作電信詐騙 因為你只要換一個 那譬如你傳簡訊 然後申請LINE 申請E-mail 什麼東西 它都是需要一個手機號碼 所以電信公司自己在那邊 有一個防詐騙的一個機制 那但是我也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說重點還是雙方都要相信 這個母體的取樣是對的 而不是說 就是在當時 然後可能就是亂數條號 就是這個亂數只從 偏台銅加電信商 或偏台銅的區域 或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說 這個方法本身要透明 然後兩邊的人要看過 然後兩邊的人都同意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重點 那手機銘調現在之所以爭議那麼大 就是因為 大家之前的經驗比較沒有很多 然後比較沒有辦法說 覺得說一定 一定怎麼樣是大家都同意的 那我是覺得隨著趨勢 就是隨著時間過去 也許你手機銘調現在有一定的佔比 還不是很高的佔比 然後慢慢把它提高 然後大家看到說 你兩邊這樣子抽樣出來 其實它的效度沒有差到很多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能說說服大家 那你如果一下子就說 我100%手機銘調 確實現在聲音是比較大 比50%或30%還要來的大 這個我看起來也實在 再請教一個手機銘調的 技術問 那就是戴星人講的那個 它跟母體的關係 對 那我們都學過一點統計 就是說 因為你當 你不管是隨機抽號或買的 對 你不知道這個手機是駐台北 或它幾歲 然後你就買掉了 當然 如果技術好的話 我們可以買得到它的地址 或是遊戲 那個 那什麼 帳單地址 甚至如果沒有隱私的問題 可以買到它的性別跟年紀 如果有 可以買到這個 那就解決了賴清德所講 對 不然他說 你可能買的時候 你全部 這是可以操作的啊 比如說 我不要講誰啦 因為我現在是局內人 他們收了很多電話 不然怎麼會收很電話 那如果 假設我是內部人 我要偏我的老闆 我在下單的時候 我就說 這幾號 這這款的 都會 比如說0928的 後來 都會 一定都會抽到 大部分是我們的人 其實這個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 你不是用既定的名單嘛 你就是用 全部可能的手機的方法 因為它用電腦 不會如果空號 你看 電腦中就知道是空號 就直接播下去了 這個其實是 就沒有選 沒有這個選擇過程 沒有這個選擇過程 這樣子其實也是一個可能性 對 然後 剛剛講到說 電信公司知不知道說 它是哪個區域的張欄地址 那個電信公司是知道的 那我不見得可以 assess這樣的 這個就要談 這個就要談 但是不一定不行 像我們在做那個 參與式預算的時候 好比像說 就是 我們這邊有一個 參與式預算的功能 它就是要輸入手機門號 然後 它會透過那個手機門號 跟 它手機登記的那個 身份證字號 回去去查說 它到底是不是 那一個區的居民 我們看一下 像當時 台南的那個參與式預算 所以外島 外島說 申請的號碼不會被抓到 對 就是它會 就是回去內政部 做一個叫做一次性驗證 那這個 比較沒有隱私的問題 是因為 它只是問內政部 它是不是台南哪個區的人 它不是問說 它的地址什麼東西 就是內政部回來的 其實它是或不是 它不是說它的地址到哪裡 所以這個沒有 你比較沒有隱私權的問題 這個一般都認為沒有侵犯隱私 對 所以 就是我們在像那個 參與式預算推行的時候 當時我們可以 好比像說 台南市政府 它在南區 有一個節電空間改造 這樣一個案子 那你要這個 實際 就沒有很多東西 然後你在投的時候 你投進去的時候 你就要先去做你的 就是 手機跟你的 就是 住的地方的一個認證 那它會去內政部問一次 說第一個 這是不是 這個人是不是還活著 第二個是說 它的戶籍是不是在 還是哪去 那但是 它只是回答是不是 如果不是 它不會告訴你說 這個人戶籍在宜蘭 那這樣的話 就比較沒有隱私 洩漏的問題 所以這個技術上 是做得到 只是說就是雙方都要 能夠統一這個場所 可是如果按照老師的想法的話 從公平的角度來講 只要規則透明 應該手機然更公平 因為 對 因為你全用室內電話 很明顯會偏向某些路 現在手機的補給力 給我們室內電話 還要補給 當然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就是 雙方的信任度的問題 這個 我覺得都不是技術問題 那就把規則透明 這跟信任無關 這是一個規則透明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就是兩邊同時都做 然後去檢驗它的相對的效果 或者精確度之類 對 大家就我覺得是比較能夠去辯證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大家在就是事前的那個 事實性的討論上面 嗯 就是比較沒有讓外面 就是知道說 就是現在的點是哪些 對 對 那這個確實是比較不幸的一個地方 對 老師我是覺得 那個手機民調 也是怪怪的啊 因為像我們 手機上網的習慣 你關注哪些網站什麼 其實這有PNA的可以去萃使 不過通常不會連到你的門號 不會連到你的門號 可是像遠藤就有這種功能了 是 那你Google過什麼關鍵字 他都會知道 就好像啦 這個東西都其實都在他們的數據裡面 其實是 但是其實你電話 試畫光線也是一樣 你簽一個光世代的光線 他也是連到你的試畫 沒有差別 要不要做的問題 我完全一樣 對 你的試畫也是連到你的光世代光線的IP 你的試畫也是連到你的第四台Cable的IP 但是如果有手機 有電話的人 他不一定會家裡會很多 也很多啦 現在光世代加那個第四台Cable 其實大部分人 他一個家庭裡面有五個成員結構 他們就算說連投一個Wi-Fi 但是他們使用的習性就不一定 所以他接到電話的人 你不能確定是誰啊 當然也會 或許是老人比較多 對 但是我們家伙就是特別愛接 對 對 所以這種主客觀念令 你不一定是真的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們如果從學術上來探討的話 真的應該完全相同的問像 完全相同的問法 然後你試畫抽樣手機抽樣都做 然後讓大家看開來看 說這樣子你實際抽到的年齡啊 性別啊 區域啊 什麼東西 到底它的分佈 因為這個都是可以用 像什麼卡通算法啊 什麼去算的 那所以如果雙方的數學家都同意的話 其實這樣子就解決了 那現在比較不幸的 對 對 我覺得現在比較不幸的就是說 因為 事實性的東西 事實性的東西沒有先釐清 沒有先釐清 先都是情緒性的東西 對 在表達 對 所以現在大家就會變成是說 對 就比較困難 我覺得應該是挑一些比較low impact 就是 當然立委已經差不多過了 立委也不太可能了 但是 可能再下一次的議員啊 或者再下一次的什麼 就是 它影響度沒有那麼高的投票 我們先試試看 這就有點像說 那時候 大家投公投的時候 不是大排長龍嗎 就是 就都已經 對 就是玄武人員都 就是做到 就是不想再做 對 那就是很多 很多都是到半夜才下班 那我們那時候也是說 那我們要不要用像驗超機那種 就是電子計票 對 因為其實你用打孔啊 二皮卡片啊 你十個公投案畫十個嘛 那你放到一個 光學驗超機 刷 這樣它就驗完了 可能你四點截止 四點十分就開票了 那這樣選物人員就可以回家了 對不對 不然上面上市上報很多是到半夜 老人不會畫過什麼 對 那當然也可以用打孔 也可以用什麼 就是說有一些配套 那也可以變成說 老人可以 他自己就是選用嘛 就是有一些輔助工具 其實這個國外都用過很多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一開始選人 就用這一套 那大家一定會說有舞弊啊 這個機器怎麼樣 就算它不連網路 都會有人challenge 那其實資本也會有啊 對不對 但是 不管怎麼樣就是選人的一定會這個爭議大 但是如果是公投的話 那我們就先用公投試試看 然後電子計票 那也許我們就是挑幾個選舉的開票 偷開票的所說 好那你電子驗完之後 人再點一次 因為你那個質感還在 所以你人再點一次 那你可以確保說 如果全台灣抽氧 你抽個一百個 那人點的跟機器點的都趕快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相信說 這個機器沒有作弊 那這樣子選物人員的這個生活 生活品質就比較高 不然他們就是點風投票 真的是會死 對所以回溯我們這種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出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一個拼風險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不會怎樣 然後那這個時候 才能夠去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是對大家是 可能是比較有好處 對其實我這邊就是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有一個 這邊 這是我辦公室 台北的那個空總的辦公室 然後 對 那這個地方其實我們就會 一直有像無人車在這邊做實用 但是無人車其實都是三輪車 那三輪車雖然這個同樣說 跑得快 但是其實跑得很慢 那這個概念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說服大家說 無人車不是洪水洪瘦 無人車不是好像大家不能夠相信 隨時會撞死 然後怎麼樣 那其實在全世界都是用一個 同樣的方法 就是你規定它的速限 然後說我們的三輪車大概在10公里 那你每小時10公里就 你不可能撞死人了 對 那就只比走路快一點點而已 對 那就是像這種三輪車 然後在空總這樣跑來跑去 大家跑個一年都很習慣說 那無人車就是它碰到 無法判斷狀況它會停下來 你要怎麼樣子去它溝通 你要怎麼樣跟它互動等等等等 那它這年都不會撞死人 那你就會願意說 那它開到建國法式嗎 開到馬路上面 那你如果一開始同樣這些東西 你就給它裝一個卡車的身體 就讓它開到70公里 那當然大家都覺得洪水猛獸 所以這個道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先挑一個 比較沒有那麼影響大的 然後範圍比較小的 而且是跟現有東西並行的 然後大家慢慢就可以看到說 電子機票真的也許比較快 也許比較好 但我們不是一開始就說 哇 總統大學沒有電子投票 那樣當然就完蛋了 對不對 所以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手機我覺得不是沒有機會 但是這一次真的是 比較沒有時間在前面做那個 實行確認的那一部分 好 那 好 那這個 這個 據說對不對 下個禮拜三 據說下個禮拜三會有一個 就是最終單純的這個出選規則出來 所以就 對 就這樣了 來 可是你的題目是社會創新嗎 對 阿倫想說問一下你對那個 我覺得縮小一點題目 就是社會選舉的創新 好 不管之前什麼網紅、韓、歌啊 你怎麼看我們現在或未來 你自己認為說 選舉創新 透過網路或科技 或者是你自己的想法 好 還好 我現在其實有在辦一個票選 叫talk2.aip.org.台灣 這個是我們外交部跟AIP一起架的一個投票網站 這個不用特別寄往前 你找數位對話就會找到了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連串四個投票 第一個就是 這個是比較軟的題目 就是讓大家先熟悉這個介面 大概到五月底 四月初到五月底 然後六月初會是怎麼促進經貿 那八月初是怎麼促進安全保障的 那個就是軍事合作 對 反正就是越來越硬 那這個是最軟的 就是怎麼樣在台灣在全球社會 都能夠被看到 那這個是他們就是 好 阿比張說 這邊有一位朋友 也是匿名的 他說川普的政府應該要積極落實台旅法 讓更多的美方高層能夠訪問台灣 那雖然是匿名的 但是就跟剛剛講的 他其實是有E-mail加上簡訊的雙人證 確定說他是台灣這邊的國民 或至少他有永久居留症 他才能在這邊提這個點子 好 那所以像川普是不是應該落實台旅法 假設這個我說要落實 那這個我的頭箱就往這邊跑一點 然後下一個就往上 好 比較有位朋友問說這個 偉大的美國我愛你們 這個就不知道有沒有人同意了 好 但是我把它略過 OK 之類之類 好 那所以就是大家會提一下idea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參加的人大概分成兩個陣營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右邊這個陣營它最同意的一個是說 每次中國只要阻擋台灣參加一個國際活動 美國就應該找一個別的國際活動 讓台灣參與 所以就基本上是 我覺得很有創意的一個想法 但是左邊的都反對 那所以就是不管大家贊不贊成反不反對 其實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它不是投人 它是投事情 就是我們這有點像公投 但是沒有公投居數力很高 就是大家都可以提一下idea 那提完之後就可以給別人來判斷 那所以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說 就是說每一個人在投的時候 他可以一邊看到說 就是雖然我們雙方的感覺可能不一樣 但是其實有一些是 你不管是就是藍營或綠營 我們就這樣講話 不管是藍營或綠營 其實都同意 好比像說這個 捍衛法治 言論自由 宗教寬容多遠化 這個是不管藍營綠營 沒有人反對的一件事情 那說不定這個就可以先做 那或者是說這個 就是印太策略的中間 就是藍營綠營 然後公共衛生 製造業 這個環境永續 其他領域 還有要參加總統揹黑客手 社會狀況 行政權什麼等等 這些不管藍營綠營都沒有人反對 那所以這個是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一般的選舉 如果你是投人 你越投大家只會越往兩邊跑 就是越來越分別 但是如果你是投事情 常常你是可以越投越集中 就是大家都找得出一些說 我們都不滿意 但是都可以接受的一些共識就會跑出來 那其實我們看參與式預算 也有同樣的事情 就是你若是投市長 那一定投完之後 一半的人覺得自己是輸家 但是如果你是投參與式預算 投完之後大部分人會覺得自己是贏家 因為我提到idea 或者我投了那一票 最後有一些真的變於預算 所以我會覺得說 民主制度裡面投人的這個部分 是還是需要用投事情的這個部分去銘補 去銘補 那不然的話 我們就好像每兩年或每四年 才能夠提供一次意見 但是像這種東西 是等於你隨時都可以來提供意見 那所以我們像這個階段的這個討論 在就是這一次大概到月底 其實現在大家都還可以參加 但是大家投票完之後到月底之後 大家共識最高的 那我們就會在6月4號 沒有象徵性的一個日子嗎 那我會幫忙主持就是 我們這邊的外交部應該是北美斯 然後跟AIT應該是國際組 那就等於是雙方平等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然後去說 這是我們國民的意見 不管來贏綠營 都是希望說想跟美國先做這些 那你們要不要買單 那如果要買單 那什麼時候做完 那如果要買單 為什麼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就是要把我們這個民主 變成我們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 就不是說 每兩年或每四年再做一次的事情 那這個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南英烈營當然這個 選人的時候都超得很帥 但是碰到事情的時候 真的也許有一些事情 雙方是有相當的見解 那這樣的話這些就先做 這些先做 我覺得台灣才會比較凝聚成一個共同力 就不會變成好像 一下子就夢名其妙被分化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抗分化也有好處 所以我在推的 不管是這種跟國外的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的電子連署 那或者是說像我們這邊的一個災害 來監督 就是去看到所有的部位 1948個 所有的一年以上的中場期的所有的預算 他們到底長照的錢花到哪裡 社會出財的錢花到哪裡 食安 房屋災 工鐵 彰化災 為什麼這麼多人關注 好的 無論如何就是很多人關注的這些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每個月 錢花在哪裡 然後開了哪些研究案 開了哪些照 哪些標案 那所有預算達成率多少 這是第三年 第四年要做什麼事情 那有個好處就是 你就不一定要通過議員 你不需要通過媒體 你隨時對長照的有什麼想法 你就來這邊提出你的idea 那你提出了之後 別人也會按讚 那按讚就跟slido一樣 按讚高的 會副部位就先看到 那他先看到之後 他最晚最晚 每一季會回答一次 那等於也告訴大家說 大家這一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下一季 因為這樣的關係 有什麼樣的調整 那這樣等於就是每個人隨時都可以參加民主 就不一定要一直來投票選人這樣 所以我自己的回答是這樣 就是而且這樣子你超 因為他的次數很多 每一次的局數力 又沒有四年那麼強 所以網軍也好 或其他人來分化也好 他投入了成本高而收效率 所以這樣子的話 長期下來 就是民主的升化就會比較快 就比較不會像每四年 就可以分化一次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的回答是這樣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就再往下 有三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目前假網軍 假空軍氾濫影響到選舉 尤其影響到年輕選票 應該怎麼樣有效的防範 或者是杜絕 這是非常加好的問題 大概我就是先講一些 因為我這份沒有中文解釋 不好意思 這是我去那個美國跟DC的 一些朋友們分享 台灣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叫做Disinformation Crisis 就是假訊息的一個危機 這個是全世界的危機 就是言論自由越高的地方 越受到這個東西侵蝕 你越沒有言論自由 反而越沒事 因為你不該就不可能 講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在台灣 對於這種 剛剛這些朋友講網軍的假訊息 它是有一個明確的法律定義 是若比承鄭為出的一個定義 它就是叫做惡假害 就是它是故意虛假危害 那三個都要同時滿足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假訊息 英文就叫Intentional Hunt for Untruth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這裡的害指的是 對我們的民主制度 對公共利益造成危害 不是說對特地候選人的形象造成危害 那是另外一種事 就是那個是選舉的時候不當的一些手段 那這邊特別在講的是說 它是對整個大家的故性 對於民主制度本身去造成危害 那我們觀察到就是 其他境外勢力想要攻擊的時候 大概都是用這種方法 所以它不一定挺直 它不一定反省 它就是用極端言論 它可以今天扮成這個陣營的支持者 明天扮成那個陣營的支持者 但是它就是要用最極端的 仇恨的那種言論 去等於讓大家彼此討厭 所以這個Hoffer是對於整個社會權體 它不一定是對於特定的人 那台灣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因為我們都還記得這個戒嚴的時代 至少我還記得 那所以當時的狀況真的是就是很糟 所以我們都不會想說 好像因為這有點像是恐怖分子攻擊一樣 就是如果你因為恐怖分子攻擊 然後戒嚴了 其實這個最終恐怖分子的意義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可以有源源不絕的省力軍 因為在那個戒嚴的情況之下 它會不斷的再造成這個 就是對新的這個可能當恐怖分子的人 那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我們因為分化 所以我們這邊去宣布戒嚴 或者是採取像新加坡那樣子的比較 就是極權的這樣一種解決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邊的分化就更嚴重 那方法更嚴重 正中他們的意義 因為他們就有源源不絕的省力軍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國際的一個組織 叫Silica Smallington 那他們是一個人權的一個團體 那這個團體就是說 每一次在世界上只要有國家 就是去用就是極權的手段 讓人的言論自由也好 它就會扣分 那每一次扣一分 它的顏色就會開始再往下掉 那所以台灣是唯一在亞洲 就是不含紐澳 紐澳也是跟我們一樣 沒有被扣到分 所以在他們的這個世界地圖上 其實我們是 這個對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國際宣傳 就是我們到聯合國到其他地方 只要開這張圖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說 台灣的價值上是跟誰分在一邊 就是我們不會隨便去關心我們記者 我們不會去讓這個 就是有不同意義的人事消失啊 這些東西 那其實我們旁邊的每一個國家 其實都在倒退 這不是只是Pia 420 都在倒退 一路到非洲都在倒退 那所以當然不是說 我們的聯合環境一定比 紐澳或是北澳或是加拿大澳來打好 但是我們是在同一幾個 那所以這個也註定了說 我們在解決假訊息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得找一種 不回到那種出版審查的那種方法來解決 那所以我們解決的方法 就趕快來講 可以讓西方國家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就不需要好像變成說 因為這樣關係 走回那個威權獨裁的那個 所以我們是最高等級 對我們是最高等級 比美國還高欸 比美國還高 我們跟加拿大是同一級 所以就是集會結社言論自由 這是最近的評論 對這是最近的評論 其實每一次發生一個新的事件 看這邊就會更新一次 這個是一個滾動檢討 這個公信力很高 叫Civic Cosmetic 對那當然PRC就是 這個完全紅色已經變很久了 對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把這種假訊息解決掉 就是說你讓大部分的人 在接觸到假訊息之前 先接觸到真實的訊息就好 就是好比像說文旦之亂 這個可能還要記著 對 就是文旦到底有沒有丟到審戶裡面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能夠讓大部分人 先接受到正確的訊息 然後再看到那個文旦之亂的訊息 其實他腦裡就有點像打了預防針一樣 他就會知道說那個是假的 然後他看到的時候就會去 這個時候講去幾個多 這個是有辦法 對 好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講 就是說 你其實是可以 這有點像是流感 就是說流感它在大爆發以前 它會在小規模的地方先有 那我們機關署 它只要低線診所通報 做得足夠快 它其實可以預測流感什麼時候 在哪邊地方有可能爆發 那這個跟旁邊像說 登革人或者什麼 都是一樣 就是傳染病 所以你要把它用從流行病學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們只要這個先期預警做得好 我們其實理論上 不是理論上 現在實際上 也是有能力去說 那我們就已經知道說 就是對方要用這個假訊息來做操作 那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我們只要在他們開始做操作之前 知道 他們開始做操作的時候 我們在60分鐘之內 做出一個圖文啊 來人包啊 或者是 我不知道總統去上 博恩夜夜秀啊 這個 副院長去玩還院直播啊 還是什麼之類 就是反正就是讓大家覺得有梗啊 就是像最近那個 總統畫人像啊 阿瑞的那個啊 或者之類的 就是不管怎麼樣 有梗的一個東西 然後去讓這個假訊息 在看到以前 我們這邊真實的訊息 就已經傳到大部分的人 這就像說 一個疫苗 它不需要所有人都接種 只要人裡面一部分 它數人接種 這個病毒就不會流傳 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觀察就是說 只要你60分鐘之內 給出這樣子一個 成型的訊息 而且這個成型訊息 有梗 好笑好玩 是一個圖卡怎麼樣 那讓它開始傳 那其實政府的管道是很大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大部分人就會先看到真的 再看到假 那這個時候 假的都沒有辦法傳 因為大部分的假的 他看到要告訴別人的時候 別人就已經跟他說 這個假的吧 小燕已經講過了 或者之類的這樣子 那所以 這個其實是一個解決方法 那我們目前每一個部會 都必須要求點報 說當他偵測到可能的假訊息的時候 他花多久去把這個情形做出來 所以是有一點 好像一個計分板這樣子 可能內政部平均現在60分鐘 或者已經到50幾分鐘了 那不同的部會可能70分鐘 80分鐘之類 就有點像是競賽一樣 那我們發言人 那個Bullus 會拼起的 就是 就是更新這個內部的看板 所以到現在 其實大部分不會 60分鐘之內 都一定做得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新的情況 而且是 就是一夜二次之後才有的情況 對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是蠻好 就等於大家動起來了 大家活起來了 好 那這個就是回答你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知道 哪一些假訊息 現在開始流傳 或者即將要流傳 其實就是靠大家檢註 就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我們現在有一個 民間的一個 叫做 真的假的 OFAN 他就叫真的假的 然後 他看起來好像是政府網站 但是 不是 他是G0V 是臨時政府 這是民間所做出來的一個網站 好 那我必須強烈的強調 他沒有性別歧視 就是 你每次進去這個 手藝台會換一個人稱代名詞 他沒有特別的歧視 好 那所以這個是幹嘛的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加成LINE的朋友 那你只要每次看到一個訊息 你想說 這個今天來給真的假的 那有些訊息 你看到覺得義分填膩 你非轉出去復刻 有些假訊息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會激發人的那種同仇頂開的情趣 就覺得你一定要轉出去 這個人把這個衝動拿去轉給這個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不但不會被你激怒 而且它還會去記錄說 多少人在最近的幾個小時之內 有檢舉這樣子 那這個跟什麼很像 跟我們垃圾郵件很像 很多人收到email 有的時候會收到詐騙垃圾郵件 那我們在2000年初的時候 去說服所有的做電子郵件的廠商 去加一個小的一個旗子 叫做flag S版兼具維垃圾詐騙郵件 所以我們郵件是私密的 國家不應該開拆你的電子郵件 但是如果你現在收到一個 什麼耐金利亞的哪個網址有5000萬 然後要用一個什麼帳號什麼時候 詐騙郵件 你就可以把它捐出來 你捐出來之後 就變成一個資料庫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有一個謠言資料庫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 馬上就可以看到說 台灣現在最流行的謠言是什麼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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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最流行的 現在最流行的 歷年了 放在臥室中 然後也有一些政治的 然後也有一些政治的 好 而且蠻多人 這個什麼末日審判 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中國新聞網 官方頻道 正在LINE上面瘋傳 然後之類之類 這邊都非常多 然後我我就不一個一個點開 可能精神無人 但是就是說這些呢 我們後面就會跟另外一個 叫做台灣Fact-Tracking Center 就是台灣事實察有種子 那他們同樣也是一個民間的 就是第三方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 他同樣也不收政黨 政治人物的權盤 他就會去實際看 剛剛那個真的假的裡面 最多人 舉報的一些謠言 有一些甚至不是 在社群媒體 有一些是 在紙媒 因為有一些紙媒已經 就是有點租出去的人 那種感覺 然後呢 但是這個 就算他是紙媒 他也沒有在管 他就是 不管他是哪一個媒體 他只要足夠路人檢舉 那這些人 他就會來做一個事實察覺 那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 像這個 這個也是最近傳染的樣子 好比像說這個的平均 在馬政府的時代是 到這個三塊錢 對不對 兩塊多到三塊錢 那最近兩年都是兩塊五、兩塊六 所以其實沒有差很多 或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這邊就是 現在正在流傳的 這一個是這個 那所以這邊就是在講的意思 就是說 一方面我們自己 不管是台灣電力公司 台大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所有這些東西 他要在第一時間 就提出這樣子的澄清資料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邊的事實察覺報告 要講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假的 而且很可能熱耳力 那另外就是說 一些社群媒體 像Line也好 或者Facebook也好 那他們在國際上 都有跟這些做澄清的合作 就是一旦這邊澄清的 說這是錯人 那他在那邊就不會再喘 那這個是怎麼講的 就是有點像電子郵件 如果足夠多人檢舉 他是詐騙郵件 那這個人 還想要寄郵件給你的時候 他還是記得到 或是言論審查 但是他會跑到一個 叫垃圾郵件的資料檢 你如果時間很多 你還是可以一通一通去翻 但是大部分人沒有那個時間 所以他就不會浪費掉我們的注意力 那在Facebook也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他 你只有這一個朋友 那就看別人 他沒有什麼選擇 他還是只好把這一則顯示給你 但是只要你有兩個以上的朋友 Facebook就不會顯示這一則 他就會去顯示別的 你在牆上就看不到這個 那這樣的話 他的傳染率就會掉到一個零頭 但是這不是言論審查 不是把它拿下來 你如果專門去看那個朋友 你還是看得到 但是他看到的時候 然後底下就會多引說 事實查核中心 現在查核他是錯的 那警案是別人來了解更多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是 我們不但打預防針 而且我們在事後 也有一個辦法告訴大家說 這個就是謠言 所以這套制度 就是這套解決方法 我們叫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大家透過檢舉 讓我們知道 這個叫Notice 但是不是行政院單方的做判斷 是第三方這些事實查核中心 就是綜合六個來源之後來做判斷 做完之後 他公注意事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就是謠言 而且正在流傳 那接下來 所有的社區媒體都同意說 好 那我們就在上面 插一個標籤 說這個是謠言 而且不讓他再繼續去流傳 不讓他再繼續流傳 大概是用解決垃圾文件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第三個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這個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像我們這個 好比像說我們一小時澄清 然後五、六、五小時之後 大家Public Notices都收到了 然後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那可能他一、兩天之後 就沒有人再會找這個東西了 這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他是在選舉前一天 選舉前兩天 而且他是有計畫的專作 我們如果花一個禮拜把它澄清完 選舉就已經結束了 所以選舉的狀況跟 我們秉立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選舉的時候 會有一套完全不一樣的方法 來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放在我們的兩選八法 兩選八法跟公投法裡面 其實都有 本來就有說 你的政治獻金要揭露 這個大家可能知道 你如果捐一個錢給一個候選人 然後給一個黨派 他必須要告訴監察員 每一筆捐款人捐款的資料 捐了多少 幾年計月幾日捐的 他的支出花費等等 那另外我們這個是這樣透明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 就是如果他是境外實力 他就因為本國人才能捐嘛 他就不會靠捐錢的方法 他不會用這個獻金 他會用什麼呢 他會去買廣告 他會把剛剛的那些假訊息 用我們叫精準投放的方式 去買廣告去投放給 那些比較可能 就是中招的這些人 那這個等於就是買廣告 不管他在Facebook買 不管他在Google買 不管他在大眾媒體買 這等於都是廣告 或者是業配都有可能 那所以我們在 就是現在在立法院 現在應該六月就跟三五通過 有一個修法就是說 我們會把這樣子的買廣告 跟政治獻金看作同一回事 他只有本國人可以做 而且必須要充分揭露 而且如果你是公關公司 那你必須揭露 你的上一手的錢是誰 那如果他是另外一家公關公司 他也必須揭露 他的上一手是誰 就跟洗錢房子一樣 就是你要一直知道 最後那個錢是哪裡來的 那如果這個錢到最後 是外國包臺路來了的話 那這個就是犯罪 就是刑罰 跟洗錢房子一樣的 那只有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才能確保說 就是這個金流 不會透過這種 精準投放的方法 來影響選舉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們上一次的選舉 其實你也不能說他犯罪 因為當時這個法很沒有修 但是很多人在用這種方法 來來進行投放 所以這個我們會在下一次選舉 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而且就會讓外國人沒有辦法 再用錢來隔離我們的選舉 那目前我們在立法院 也還有一個法案 就是說那如果有特定的候選人 覺得說 我被這樣子的不識廣告攻擊 而且很可能影響到我的選情 他可以要求司法院 有一個專門法律 在七十二小時之內去判定說 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等於馬上還他一個侵犯 這樣子 那像這些都是 我們目前在立法院 當中他們通過的 所以我想就是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 就是流行病 就是他還沒有流傳的時候 我們先透過一些媒體 試讀一些教育 像我很鼓勵大家看那個 我們與二的距離 裡面把媒體怎麼樣做新聞 解釋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放在我們國民教育 中心教育這邊 那他開始流傳的時候 我們是馬上六十分鐘之內 去給一個比他還要容易流傳的一個情境 那真的他變成像在選舉的時候 開始威脅到候選人們等等 那這個時候 我們讓法律快速的過去裁判 然後我們讓 就是境外的情流可以 就是布絕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理 所以如果大家這個想要加入這個的話 應該很快 在LINE大概六月的時候 就會把真的假的這個公文 等於變成他的一個官方公文 那LINE也會有一個專門的專版 就是在 因為LINE現在有一個LINE Today 就是最新的新聞 那之後可能也會有一個專版 就是最新的謠言成的情文 等於是說 讓這個澄清的版面 可以比謠言的版面還要大 那大家如果看到謠言的話 那也可以隨手的去檢舉 那在LINE把這個公文寫好之前 他們已經答應要寫 他們寫好 他們寫好之前就可以先用真的假的 因為那到最後也是會跟姊妹講的 還有梅玉尼嘛 然後麥克歐騙 然後還有台灣市場合中心啊 還有一個叫萊姆九土司 台灣大概就這麼四五個 就合作 大概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當然 他後面還有一個相關計畫 叫梅玉尼 那梅玉尼的話 你就不用特別的檢舉 你就講每句話 他就會去看說 是不是謠言 那如果是謠言 他就會主動告訴你 那這個梅玉尼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社群朋友的一個貢獻 大概是這樣子 一大堆就是年輕人 他通通都去念大學 那念大學 有些根本林玉也可以去念大學 換句話說呢 我們的大學呢 是政府補助 政府又承認學歷 但是在美國呢 他只有一半的人去念大學 而且美國那一半的大學 美國政府幾不出錢也不承認 就是我們所謂的點擊大學 那台灣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我們比美國還自由 當然 那這個也消耗了台灣的國力 為什麼 那就是台灣五缺 除了水電地以外 就是缺人力 缺人才 那為什麼會缺人力 就是 你該去工作的年輕人 你不去工作 讓他通通跑去念大學 那很多都是家境不太好的 光畢業就揹了一大堆學代 然後又享受很低的薪資 然後缺人才就是 你把國家的那些資源 大量投入在教育上面 而你這個教育呢 又不是培養頂尖人才 有時候台大政大都不是頂尖學校 為什麼 香港的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大學 都是頂尖學校 而台灣的台灣大學 清華大學 現在反而不是頂尖學校 因為你把那個 教育資源整個都分散掉 所以根本上 這個就是財團治國 就是 那個很多財團 他可以去辦市立學校 然後拿到政府補助 拿到年輕人 提供的學會 那這個就是自由度 他的意思是說 自由化造成的 競爭力下降 來聽聽看你意思 有沒有這個 就是 自由 也會 自由當然有利於創新 也有利於財團操控這個 我是覺得私校對教育部的實質影響力 可能沒有那麼大 我自己在公部門裡面服務 自私校 在教育部高教師來講 當然私校確實 現在面臨那個退場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少資源化 可是你說私校是不是掌握高教師大部分的資源 這可能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我看起來想不到這個程度 對 那但是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大學整定起來 然後去少數的頂尖的大學 然後不要變成好像你分都可以念大學 確實這個是很多人提的一個主意 這個是真的 因為一方面是少資源化 那二方面確實就像你剛剛講 就是因為台灣社會長期上 有一個父母希望小孩 無論如何有一個學歷 有一個大學學歷在說 所以很多大學它是等於 就是趁著父母的這個期待 但是它並不一定有提供讓這個小孩在畢業之後 真的非常好成為一個好的人才的這個服務 這個是確實的 這個我很同意 對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製本的一個方法 應該是說 小孩高中畢業的時候 就已經要可以出社會 他應該要在高三的時候 就已經把選修的這個制度 把大學的這個 等於自己決定自己的課表這個能力 我們全部把它放到高中來 讓他在高一的時候 試探他的形象 高二的時候 就要開始 不管是跟在地的社區的中小企業 或者是他所關心的社會議題服務 到高三的時候 應該就要可以獨當一念 那在台灣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 技職教育在技術高中 就是以前叫高級的那個地方 大家基本上是覺得說 一定要把科大念完 才算完成技術教育 好像你在技術高中念的都不算 可是結果就是說 你科大念完 那你當初學的還是頂尖的技術 到過了四年就不那麼頂尖 然後那個殘學就 學用的就脫節 這個是我自己用我念資訊工程 所以我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就是我表現最好的朋友 像我是活中異業 那我表現很多最好的朋友 都是高中念完 或者是大學異業或者這些 就是因為他念到的時候 剛好就是技術最頂尖的時候 他馬上就投入職務 投入職務 然後他當管理職 然後他當管理職 他缺管理技術 就是他回來念一念BA 他回來念國貿 他回來念什麼B的東西 那時候他才有動機去念 那你逼他一定要挑一個他不想念的 一定要他念四年 他念完了他沒有興趣 也沒有學到東西 他當年會的技術 也跟時代脫節了 那出來當然就不會變成像你說的人才 所以我們現在在今年 就是今年的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有一個新的一個學制 就是說第一個他的學校 可以去選這個學校的特色的課程 這所學校如果他就是要做智慧機械 就是要做AI 也有學校要做電競 但是也不要小看電競 YouTuber現在很重要 那所以就是說 每個學校可以去打造他自己的 不同的產學的定位 然後他在高二就可以開始自己選科標 高三就全選球了 那學校完之後他就出社會了 而且國家還會幫他存 以後他大學的學費 那我覺得徹底要這樣子解決才行 但這個也要大家幫忙 因為很多家長會覺得說 我想他只是高中畢業 就算他因為這樣子新的學制 他的收入可以到40K 可以到50K 但是傳統上覺得他是O2 就是他不是大學的學歷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 如果我們強迫每個專業者 都要先取得他們不感興趣的大學學歷 那這個真的就是他是沒有 整個團隊都沒有競爭力 所以我其實很同意這個看法 那我們現在這種技術高中的 我們叫做108課綱已經完成了 所以從今年8月開始 這一批的高一學生 小一國一高一學生 就會用這個新的方式去教 那我們最大的阻力 不是大考重心也不是老師也不是學生 就是家長 家長必須要放棄這樣那種 無論如何一定要逼小孩 念完大學的那種想法 這樣我們這個人才的品質 真的有可能改變 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問題 台灣有幾個說要拚才 台灣這個社會這20年來 那個自由化的程度都是輸得那麼多 另外我另外舉個例子 除了教育外 有媒體 我每天回家就是看那個媒體 什麼談話性節目最多 全世界談話性節目 像台灣這麼多的 台灣大概是全世界唯一 絕對是 什麼原因就是這個國家被採訪控制 所以我們會有那麼多電視台 幾乎全部都是談話性節目 比較精緻的節目 比如說你剛剛講那個什麼 與惡的距離 比較精緻的節目 這幾十年來在台灣已經都看不到了 我們看到的幾乎都是大陸劇 韓劇從外面進來 那很大的原因不就是 這個國家的自由度 那你自由以後就開放財團來競爭 那照常理來講 政府應該管制頻道 讓有固定的頻道 然後有廠商願意投入 然後讓財團願意花錢去做比較精緻的節目 但是你現在讓所有人都可以 那頻道有一百多個 大家的廣告收入都有限 所以做的那個節目都是出資濫造 才會變成所有的節目都是談話性節目 連綜藝節目也是談話性節目 這個我很同意 這個我真的很同意 那所以才是 所謂的社會創新自由度 跟這個國家的競爭力 譬如說自由度 是不是 我就回到這個問題 自由 是不是一定對台灣是好的 對 因為他其實這是他核心問題 我覺得教育是後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懂議員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語說主優主優 自由的結果讓財團把持 因為財團比較能夠去慎重 你的意思是怎樣 這是你的意思嗎 你問你的問題 不是 那我沒有 因為我以為我們最後先來 沒關係 對 因為我也答應 5點20要休息 所以我就花兩分鐘簡單回答一下 就是說 其實當時 為什麼我們拍得住我們與惡的距離 是因為我們 政力軍部長 他在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他主張說 有這種探討公共硬體 而且製作的過程 是讓小的獨立製作者 他不需要財團的幫助 也可以自己透過我們這種 公開可以取得的 像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累積了一個叫做 台灣模型庫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去拍所有這些劇集 這些的時候 我們去把所有的這些 台灣的建築 像這個城隍廟 林埃太鼓措 台南地方法院 各種南流北流 美術館 然後高展園山 高卵 所有這些地方 全部都用我們叫做這個 3D建模的方式 就是他去一個地方取景 他拍了一部很好畫質的影片 他那個地方以後就留下來了 而且是用數位的方式留下來 這樣子我如果是一個獨立創作者 我沒有財團支援 我也可以很容易做出很高品質的這樣子一隻景 這樣子一種就是動漫也好 創作也好 像返校那樣子的 還願那樣子的電動遊戲也好 等於是說 讓人在做創作的時候 你不需要財團的控制 你也可以做出高品質的東西 那這個才是真正去突破 財團把持的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把創作的這個門檻 把它降低 然後我們又用示範性的方法 像我們娛樂劇 就是用示範性的方法 去把這樣子一種新的流程 交給公司 去讓它拍出來 那當時 其實我們在做基礎建設的時候 主基礎是很感冒 他們認為基礎建設只有資本門 什麼是資本門 就是你蓋得起來 蓋了之後可以一直用 就是硬體造橋鋪路建設 他們覺得這種叫基礎建設 但是當時政府想說 這種東西你拍完之後 第一個它解決社會上一個 大家很難凝聚討論的問題 第二個它的過程的這些素材 是可以公開的 第三個這個製程 它會培養一批年輕人 這批年輕人 他不需要財團的控制 以後也可以當獨立導演 也可以做出自己的動漫 也可以做出世界第一流的遊戲 這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 他覺得這是廣東建設 所以我們當時花了非常多時間 跟林全院院長 一起說服主席總書說 文化的基礎建設 雖然是經常的 但是它也算基礎建設 所以當時在特別預算裡面 才框了相當相當多錢 去做這部分的工作 所以第一個我很同意說 開自由不一定是好事 有時候自由市場 最後就被災難壟斷 但第二個是說 我覺得要解決的方法 不是你回去線索頻道數量 因為你沒有用 你打開YouTube 只有5000個頻道 你要線索 YouTube在台灣 只能播50個頻道嗎 這個誰提出這個誰就落選 所以就是說 你已經收不回來了 所以解決方法就是說 任何人要製作高精製度的節目的時候 你盡量讓它方便 盡量讓它不需要有裁判 非有裁判不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那個活力才會出現 那我們是不是 因為二十分了 我們是不是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是不是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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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用蘋果電腦 你報稅的時候 他就會說 安裝原件中請燒蛋 你就坐在那四個小時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因為他沒有那個功能 這是很誇張的一個情況 這個時候 他就這樣子的提案 這樣子的提案 我們在行政院的每一個部會 都有一組叫做開放政府聯合人 就是我進來之後 設定了一個這樣子的組織 這個組織就是說 我們國會聯絡是跟立委來打交道 新聞聯絡是跟組合媒打交道 那什麼叫開放政府聯合人 就是跟這些 他在網路上面很酸 而且已經集結到上千上萬人 可能明天就要上街頭 的這些公民來打交道 這個你事前是沒有投人的 你也抓不到他 因為他就是大家一股怒氣出現 然後就是就會上街頭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在他剛剛開始形成的時候 我們就實際去跟這個 第二個人進行合作 等於是說 他進行合作 張道小羽 進行合作 所以就直接把他邀過來 不然我用這支 這支行是好的 好 那所以當時 我們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叫楊錦恒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完全不需要去簽合 他完全不需要走公文的路線 因為所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預先都受到他的部會的資訊長 就是他的副首長 財政部部次長的授權 就是他可以直接去邀任何在場的人 進來決策程序 所以他就馬上到上面留言 留什麼言呢 所有在上面給財政部批定指教的朋友 都邀請他下一個月來財政部資訊中心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更好的報稅系統 然後我就自己在下面推文說 上面這個是財政部公務員 不是來亂的 他相信是真的 好 所以這個時候風向馬上就逆轉 就是說本來都是罵得很兇 然後這個用的詞都是非常非常難聽的這些 他忽然之間都變成八成都在提供 就是有價值的意見 有建設性的意見 那這個道理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你一旦進廚房 一旦就是每天 大家一起做湯吃了 你就不會想要再去破壞它 因為它就變成你的東西 概念就是這樣 那如果他到不了台北的財政部資訊中心 我們全場都是直播的 所以你看著直播 透過slido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嗨進了 參政部資訊中心 你也可以提供你的意見 那在這裡面有一個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是整理的方法 像大家剛剛看到我們跟AID 把所有外交相關的東西整理成大家的立場 那個立場就是一個平面圖 這個平面圖裡面相同的意見 就是一個點 你就賺500個人來洗板 你意見只要一樣 它就是收斂到一個點 它不會浪費掉大家的注意力 那只有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救失輪失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看我們這個是服務流程開始前 就報稅前 報稅中 報稅後 報稅的時候 大家有一些使用者行動 有一些需求 遇到的問題想要解決問題 他的情緒是什麼 解決方法是什麼 所以它是用一個架構 叫做服務設計的架構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時大家網友 有些真的很痠 但是我們公務員 腦裡都會內建一個翻譯系統 當你看到網友在留言說自爆過 然後長官問你說 網路上大家怎麼講 你就會說這個文字稍嫌榮罪 就會稍微把它淡化一點 怕說長官高血壓黃 這個就會出問題 但是這個時候 網友就會覺得你沒有站在他這邊 你等於收割他 但是你又不是跟他站在同一邊的 所以我當時就是告訴同仁說 網路上寫什麼 你只能把金看號拿掉 你只能把人身攻擊拿掉 但是其他的他寫字報多 你就是要貼字報多上去 這些當時公務員自己用手寫上去 貼上去 如果他說華麗刀讓人迷惘 你只要貼華麗刀讓人迷惘 這樣子我們才能真的面對問題 沒有面對問題就根本不用才解決問題 然後兩年之前報稅報到一半 還沒有完全完成的時候 還沒有最後申報上傳的時候 會跳出一個國稅局的一個代表物 一個吉祥物 五區海不都不一樣有五支 那個他會跳出來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驚嘆 然後要跳個五秒鐘 你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這個想必就是希望你心情好一點 但是就是關於這個部分 也有人尖銳的指出 他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所以就是不要浪費時間讓他心情好一點 他說碰快就是碰就是快一點 快一點就過去了 過去心情自然就好了 你要他在那邊等五秒鐘 這沒有用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把這些實際的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酸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人身攻擊 這些東西它只要有任何一點點建設性 就是把它整理這樣子出來 大家花了一個上午這樣整理完 就發現好像問題也沒有很大 就這些問題而已 我們一個一個解決掉就都沒有了 那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給大家看 全部就這樣 就會一直發散 一直發散到最後就捨不起來 那當你大家說合格言而知 包含在網路上看直播的 他已經沒有論點了 他再罵就這些了 之後大家才會覺得說 好那我們捲起袖子來解決問題 所以之後我們就開了四場工作坊 在這四場工作坊裡面的每一場 右下角這些就是當初罵的最窮的 就是說財政部長下庭官貿官商多吉 這些財政部無能 什麼這些 左上角就是被罵得最窮的 就是武區國稅局的公務員 然後最左邊是這位官貿網路公司的職員 就是廠商 那這個我們說見面三分清 你真的見到面 真的開始一起畫這個見面 根本罵不下去 罵不下去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真的是變得比較就事論事 而且這是我們現場的這個畫面 就是大家真的把報紙軟體 大家看不順眼的地方 自己用手繪的方式去畫說 到底怎麼樣會比較好 所以在四場工作坊之後 我們到最後就做出來這個新的界面 這個新的界面設計得很好 但是重點不是它設計得很好 因為你只要砸錢一定都設計得很好 重點是這後面有大概四五千人 他只覺得說 這個就算不是他生的 也是他接生的 就算他不是他寫的 他至少有貢獻過一張便利貼 他會覺得說 這裡面有我的一份 那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系統 操作的流程 步驟經驗 都跟舊的那個不一樣 但是我們在去年第一次 在蘋果跟Linux電腦上推出的時候 這我們財政部第一次看到 網路上出現成千的志工 去幫大家 教大家怎麼用這個新的界面 因為大家覺得好像小孩是自己接生的 好像我也不想讓他受到大家的誤解 好像說你該座廟嘛 上面有你的名字嘛 就是這種感覺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才真的是公共建設 才真的是大家的 所以在去年這個的滿意度 就達到96% 是幾乎從來沒有政府的資訊系統這麼高過 那而且這個的預算是負的 因為我們在整個市場工作坊裡面 就有一個懂資訊工程的朋友來 他說財政部在報告裡面講說 我們每天都要租電腦 都要租運算 都要租網路的頻寬 但是就是五月嘛 整個報稅集花很多錢 但是他說其實只有五月一號二號 跟五月二十九三十 就是只有一開始跟最後 會最多人報稅嘛 中間其實報稅的人沒有幾個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中間可以不用租那麼多電腦的自由 我們可以用一個叫就是彈性計算的這個方式 指租前面跟後面 攤體下來你可以省很多錢 所以這個其實省非常多錢 然後拿這個的一個零頭去辦這些工作坊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發現他罵的罪窮 並不是因為他反對政府 不是因為他是反社會人格 是因為他就是設計師 他本人就是專門做這種字體互動這些設計的 他看到一個字粗一點細一點 航距寬一點窄一點 他就會渾身不舒服 所以我們說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最在乎 所以他看到就最痛苦 所以才會去說這個報稅軟體能用到爆炸 但是一旦把它邀進來之後 他後面的這個專家的社群 每一個都提供非常好的一個見解 所以我們去年在這個報稅軟體上面 取得這麼大的成功之後 我們今年就所有包含微軟的使用者 也可以選擇用新的介面 當然舊的他就可以用 也可以選擇用新的來報稅 所以如果沒有試過的話 其實也很歡迎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還沒報稅的話 就可以感覺到說這個美學上 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差異 那所以這邊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所說的這個hacking 就是他不一定是要在我們在資安上面 他不一定要是黑帽子 黑帽子就是說我在主人 沒有經過主人允許的情況下 我就好像這個欽瞞他 我就是去敲鎖去什麼去害群人系 有的時候他是白帽駭客 白帽駭客就是說 我是在主人的邀請之下 進來好像我是保全人員 然後我去看你裡面哪些有破洞 哪些有問題 哪些有怎麼樣 然後最後巡視一斷之後 告訴你你哪些地方做錯了 哪些地方難用到爆炸 哪些地方有資安的問題等等 那這種白帽子的駭客 就是好的駭客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連署的系統 就是不管在資安上 在服務設計上 在流程上 不斷的把這些朋友們邀到 政府的決策流程來 然後讓公務員看到說 第一個他沒有風險 因為風險是我吸收掉 所以如果做壞就是我的錯了 那第二個是說他有credit 像我在演講的時候 就會把開放政府聯絡人金 那個頭秀出來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是他當時做了一個很棒的決定 那第三個 最後真的有審到錢 有審到錢 他預算就可以拿去做別的公務員 的事情 就不用在那邊浪費預算 所以他不但審到錢 有創造規律 而且減少風險 那這三個都滿足了情況下 其實外界的力量 大家是很願意讓他們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報紙軟體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在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在行政院處理非常大的案子 那像今年下半年開始 有一些地方健保卡 也可以開始試著從手機 或者在巡迴的時候 這個醫師 可以透過這個萊牙讀卡 其實讓這個 大家不用背很重的裝備 也不用很遠的到診所 甚至可以遠端看診這些 那或者到明年年底的時候 大家的身份證 那以前都必須要這個 就是用人眼判讀 或者影本 那贈人品證你必須插卡 那從明年年底開始 身份證它就附送自然品證功能 那你以後如果要做像電子聯署 公投電子聯署的話 那以後就是你把身份證拿出來 然後你在手機背面 把身份證這樣改名一下 你就可以完成這個身份認證的程序 那像這些都是我們透過這種 把最吵的朋友邀進來 然後一起創作的這個方式 去把這個體驗做得更好 所以大概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入侵不一定要是主人反對的 不一定要是瞞著主人可以開門 要求在外面抗議的這些人 實際進來來擔任雷似白毛開客的工程 那有兩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描述網路入侵的現況 我想這個大概分成三層 就是一層是我們叫做關鍵的核心網路 我們4G的這個通訊的基地台 我們關鍵的基礎設施水、電這些東西 那第二層就是一般的公務機關 我們一般在處理大家的一般公務流程部分 那第三部分當然就是民間的 我們在六年前在4G網路在補建的時候 做了一個叫做系統性風險分析 那這個分析就是說 我們只要是在核心的這個基礎層 用了任何PRC那邊出的任何元件 雖然當時看起來可能資安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它隨時可以有一個叫任體更新 因為它說我本來有一個東西做錯了 它可能西元兩千年就會壞掉 或隨便什麼樣子 它有個漏洞怎麼樣 那你要不要把它補起來 那補起來這個動作 它就可以去把新的木馬把它撞進來 而且如果當時它看起來是一家民間公司 我們都知道說在PRC沒有真正的民間公司 就是如果它的領導人像馬雲之類 就是如果跟這個黨的意思不一樣的話 對它瞬間就被辭職 瞬間就被消失 這個是沒有人權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它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間企業 任何民間企業一大就變成黨員企業 而且就要設立黨支部 這個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沒有冒這個風險 說它現在看起來是一家普通公司 但是等它大了 黨支部要它做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子核心基礎的這個部分 馬上就會被重東西進來 所以當時4G的時候 六年前我們做了一個很明確的決定 國安會跟NCC 就是我們在核心基礎設施的通訊網路部分 絕對不可以用PRC的任何連結 那當時是其他國家都沒有這樣子做 好那現在當然這個風水和沒有轉 現在大家都開始這樣子做了 那所以台灣變成經驗最豐富的 就是我們變成說在核心基礎建設上 不只是現在大家在想未來的5G 我們在以前的4G 就已經有一整套做法 它是完全不依賴PRC所做的 它可能比較便宜 但是有一些自然風險的這種零件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很需要台灣在這方面的經驗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在就是一般的工部門上面 我們現在採取的方法就是我們不只有黑名單 就是說不能用哪些網 我們現在也有白名單 就是我們推薦使用哪些 國產的 有通過資產檢測的 我們自己這邊覺得說 我們整個生產流程都是有驗證的 那這部分我們這個MIT的招牌就會很強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說 等於是說在前線不是透過演練 而是每天都是實戰的這個情況 還沒有被打下來的這些原件 那這些原件我們就會把它通過 公共供應契約的方法 把它通過資產驗證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正在談跟各國的這些原外 就是對外援助去幫一些開發中的一些國家 去建立它的這些公務體系的設施 像我們的醫療系統 我們的通關的那個E-Gate 我們的ETC就是高速公務收費 我們這些電子化的東西 大概在外援上都是非常好用的 但以前都沒有跟各國用資安這個角度 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就我們公務體系會有一個白名單 那這個白名單有另外的一個技術 那當然民間的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還沒有去跟民間說 民間你完全都不能夠用PRC做的手機 因為目前還沒有這個必要 是因為我們中間這邊保護好的話 你從邊緣段很難打進這個核心系統 但是當然我們現在也發現說 特定的廠商像馬尾這些 它開始Google Map也不能用了 然後Chrome也不能用了 Google Play也不能用了這些 那這個當然我們也都還在觀察 它跟就是未來以後產業連的關係 但至少目前我們的核心基礎 尤其是像水電這些最核心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因為自動安全法 有專職的人力 而且也確保所有新的計畫 都有5%到7%的預算 這是資訊預算之外 專門的自然預算 就確保說我們剛剛那些白帽駭客 都可以有足夠多的就是酬勞 他可以賺就是蠻多錢的 偶爾還可以跟政委或是總統親見面之類的 就是確保說他是 跟國軍是一樣看待的 就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那這樣他們才不會跑到黑暗面去 大概是這樣子 市長其實你可能說一下那個危機檢疫 是是 就世界之名的一個 是是 然後另外前一陣子 川普選總統的時候 聽說應該是實際上 那俄羅斯跟某個地方 好像臉書還是買了一些 買了一些賬號 對 最近買了一些賬號 這兩個賬號 對對對 他們其實那邊有一個很完整的叫做 就是俄羅斯怎麼樣子 就是照資訊操縱 資訊操縱 去把它整個操縱的這個軌跡 去把它畫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只用公開資訊 就說服大家說 你看真的是俄羅斯透過程式的方式 來做的吧 那都會變成各說各話 對 都會變成說我覺得俄羅斯有影響 他覺得俄羅斯沒有影響什麼之類 你一定是要用這種叫OS印 就是完全是大家都一般可見可得的這種證據去證明 那美國現在他司法部有一個很厲害的做法 就是他會做一個起訴 他會去告 有時候沒有被告 因為他也不知道那個被告是誰 就是一些賬號 一些IP而已 但是他是透過這個起訴 公開起訴的程序 去證明給全世界看說 你看我這些證據都在這裡 而且這些證據都是一般人就可以拿到 你不需要是國安局 你不需要是什麼 一般任何人在網路上都可以自己驗證 美國司法部所做出來的這些指控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是有一個非常強的一個示範的一個效力 就是說 全真的有人在做這件事 而且 大家要看說 如果有人用這樣子的回擊在做的話 那如果這些像Facebook 這些平台 還不去進行影響 那他就是 會要承受全部的社會壓力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那這也是我們自己 我覺得在現在 我們需要兩個這樣一個能力 因為在此之前 像我剛剛講的 透過這些經驗 我精準廣告 你剛剛講俄羅斯做的那些方法 來影響選舉 在台灣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你如果是合法的 我們就不能起訴他 因為他法律當時沒有想到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變成非法的 所以兩選罷法跟公託法的修正 現在在立法院 應該六月就是那個特別會期 臨時會期會把它通過 從他通過之後 從下次選舉 這個就變非法的 那變非法的 我們才能夠用美國的那套做法 去公開起訴 然後去讓大家知道 到底是怎麼樣經流來影響台灣的選舉 那因為以前他就不是非法的 所以我們雖然掌握證據 可是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告訴大家說 那這個是不對的 那維基解密這件事 好 你講清楚 就是他聽起來有點難 你覺得他那麼厲害 連美國的國家的資訊都可以把它全部都拉出來 就電報啊 對 外交電報 我覺得要破解這個不難嗎 不是 他不是破解 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駭客 他就是裡面的一些工作人員 像Small那樣這些人 對 他是網管 然後他就帶著這些資料就跑出來 就是這樣而已 對 所以這個並不是需要高超的技術 這個跟技術沒有關係 他就是我們叫內部 社交工程 他就叫社交工程 他透過一般社交的方法 說服裡面的某個人 說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應該要被公開 所以就變這樣 所以其實他在做的事情 跟新聞記者做的事情 有時候很難分別 因為有時候新聞記者也是去說服 我們叫做裡面的縣人 去透露一些獨家資訊 所以就是說他做的事情 到底跟新聞記者做的事情 有什麼差別 那當然就是威脅到國家安全 可能只有這一個差別 那不然的話其實他做的事情 並沒有真的去打盡 就是說像雅桑姐 他並不是親手去打盡那個系統 但是跑去說服 像曼寧這些實際在裡面的公務員 去說那你應該幫我弄進那個系統 弄一些資料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2018選舉結果的看法 我覺得開票太久了 然後真的是很誇張 然後再降下去 就沒有人要當選務人員 所以 而且我覺得公投的那個 就是使用者體驗相當不好 就是 你知道其實中選會之前 他們沒有模擬過 然後他們覺得 所有人蓋完公投到出來 只要30秒 那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那些測試的人員 事前都看過全部的主文 所以他就只是測那個蓋的時間而已 但是其實大部分人都是 興趣之後才開始看主文 那個主文有的就很複雜 那所以你就要看很久 那看很久就變成大白場了 所以其實現在公投法也有一些修正 就是說 就是你的那個標題必須十個字之內 主文必須多少字之內 他必須要嚴簡易改 不能有什麼雙重否定 三重否定 那種東西 然後他事前要有比較長的一個討論曲 然後還有一個 我也覺得很重要 因為本來也是西紅漏洞 就是我們的選霸法 本來說選舉當天是不能宣傳的 對不對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但是公投法忘記寫這個 所以公投法當天公投的領選人 是可以繼續幫他的公投拉票 那但是就是縣市長候選人 是不可以幫他的縣市長候選人拉票 但是又有一些領選人 他本身就是縣市長候選人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產生出 他可以在選舉當天發小卡片拉票或怎麼樣 但是縣市長候選人沒有辦法 這樣一個情況 那這個只能說是當時在立法院設計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忘了 還是怎麼樣 那對就把它漏掉了 但是這個再加上當時排隊的狀況 然後再加上就是公投的那個 比較不好的使用者體驗 我覺得真的會讓 就是如果你一開始就對政府很反感 那你就是那個反感就是你就會把他投到完 你如果覺得還有點擺盪的話 就是也不一定會認識你們那麼久 所以我覺得他對投法結果 我不敢說多少他 但是真的多少有些影響 對那更不要說在台北他造成 就是後來還要演票這些 各種困難還要打選舉無效之私 那讓我們目前這個一閃流就派 然後去選舉還是有效的 對那所以這些亂象我想 我們都在兩選方跟摩托法裡面去把它解決了 所以也很希望說可以趕快參與通過 那我們下次選舉就不會再有同樣的亂象 有一位這個韓國瑜問說是不是不支持他 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的戶籍是新北線 所以這個 並沒有支持他或不支持他的問題 好 有一位朋友我們問說真普選 是不是做得到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香港的很多朋友 在我們最近幾次選舉都舉足 越來越大的關選團 但他們一致的在講 就是說他們在那邊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其實是不斷的在縮減 那縮減的速度是超過很多人的運氣 所以很多像就是 那什麼文國界記者 或者是一些大的 像 Financial Times有的很有名的記者 這些就是到香港都變成 所謂不受歡迎人物 那他們就以前本來香港是 大部分的 駐亞洲的這些記者 新聞工作者 的一個工作人 最主要的基地 那現在這個基地 就已經變成台灣了 就是他們都搬到台灣來了 那這件事情當然是不幸的 就是表示說香港的民主 曾經是在倒退 那但是我覺得也不一定 完全沒有任何的希望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去證明說 我們透過深化民主 像剛剛講的那一大堆 參與市民主的整個方法 對於現有的政權裡面的公務員 不是壞事 它不是要加中國公務員的負擔 它不是要推翻公務員 它不是要讓公務體系變得 好像這個 每天忙碰難話要承受罷免 恰好相反 它是讓公務體系跟人民可以更加彼此相信 所以像泰國 他們本來真的還不想辦選舉 但是在選前他們幾個黨的人 其實像那個Future Forward 就是未來前進黨堂 有很多人有來台灣找我 那我也有去泰國去演講 然後去告訴他們說 不要那麼怕民主 就是就算你是威權整體 然後你變成民主化 這個過程裡面不一定會流行 然後不一定要犧牲掉 社會的公務員 大家都可以多多少少只是 改變自己做事的習慣 就可以把更多人的聲明拿進來 那所以泰國現在當然差常人意 他們還在打憲法官司 但是至少有選舉 而且至少新的政黨 看起來是有它的這個立足點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區域 也不是都在倒退 有些是在往前進的 那這種極權主義 跟我們這樣子自由民主的這種進合 我覺得台灣就是在這個創新的前線 那反正我們要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不管它多前面一步 我們不是只為自己 我們是為整個區域在做 請問美中貿易大戰誰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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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過程最大的贏 這個真的現在非常非常難講 這個真的現在非常非常難講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美國對於中國加入WTO體系 能夠達成和平演變的這樣子一種論點 在以前是主流論點的 現在我去華盛頓DC 不管哪一黨哪一個派系的智固 已經沒有人再持這個論點 那所以我明天就飛芝加哥了 那芝加哥有一個很有名的老師 是叫做通事現實主義大師 他是在講的就是說 大國之間互相競竹的時候 他不會只干預現狀 他一定會想要去project他的power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踩到另外一邊 是不是也是和平的 所以這有點像是囚犯兩難 就是說雙方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意思 所以雙方就只好採取公式 而不是手勢 理論上雙方都採取手勢 對大家是最好的 但是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有沒有採取手勢 所以你只好採取公式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貿易展 他可能就沒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收尾 他很可能就會變成一個比較全面的 就是不管是在經濟上 在文化上 在制度上面 在就是國際的破壞肝炸 就是他們叫認知空間作戰 最新的這個詞 上面會變成全面的開始交逢 那這個是事實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場景裡面 要不要把我們自己珍惜的價值 把它確立清楚 然後去換為這些價值 那有兩位朋友們說不會想睡 那感謝這兩位朋友 確實沒有看到有這個選擇 從科技的角度 剛才大概講了幾個 就是說 在你收到任何訊息之前 先想一下真的假的 先不要急著傳出去 其實就跟連鎖信一樣 你只要看了不急著傳出去 它就喪失任何意義 其實就這樣 先不要 你就先想真的假的 這樣就好 那你如果真的很有衝動要傳 你就傳給機器人 傳給那個真的假的機器人 請他幫你去做檢舉 那這樣子慢慢的 我們就會養成一個習慣 就好像說 我們以前 剛收E-mail的時候 也有很多說 這個什麼 什麼電子訊息說 你要給五百人才會幸福嗎 還是什麼這種東西 這對小學生玩的 但是大家當中覺得新奇 就會玩一下 對 但是現在大家就已經不覺得好玩了 因為就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 很多社群網路對大家是新的 就是我才能開始玩 試試看 像當時玩開心農場的那批人 就覺得說 這個我種幾顆蘿蔔 我就要送給我全部的朋友這些 那這個也是很好玩沒錯 可是你過了一年左右就會覺得說 那他沒有結合到現實世界的東西 他也不會帶領我認識新的方向 那這樣子的話 慢慢他的那個感染力就會減低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讓網路變成是 我們讓人跟人之間 可以建立真正的面對面的 新的關係的這個擺體 如果他只是 就是越來越同溫層 然後越來越小眾 那這樣的話 其實是 本身是不好玩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叫你適度 那這個媒體適度 批判思考這些東西 我們是放在十二年國教的新課堂裡面 所以同樣是在今年 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國中一年級的學生 他不是只是當作一科在上 他在上每一科的時候 都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教學 對 有人家朋友們說 本人比電視上看起來年輕很多 謝謝 可能我開記者會的時候 看起來都比較老成 其中 OK 對於這個郭台銘先生選總統的看法 他要選總統那一天 就是我在ICRT主辦的 AIT四十年的大會上面 這個先是一群前輩們在講 當年台灣關係法制定的背景 到底是什麼 卡特當時 他們如何驚濤駭浪下去 做了一個相當於史之建教 但是又不要教建教的這種新模式出來 那我學習到很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這批年輕的說 好那我們在新的時代要怎麼樣工作 然後當時這個郭先生就在底下 就全身從頭聽到尾 雖然偶爾滑手機啦 但是就是真的是聽得很認真 然後他就舉手就問了一個問題 問應該是莫劍啦 我問一個問題說 請問你們是支持蔡英文 還是支持民主制度選出來的任何領導人 然後莫莫劍就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是支持民主制度選出來的任何領導人 然後他就說 這樣我就安心了 OK 那這樣一講 那當然誰都知道他要選總統 所以他隔天就那樣子說要選總統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他當然他現在的platform 就是他選總統具體要做的事情 他現在還在凝聚了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在此之前 他也並沒有做非常完整的規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現在就是在比較清明的 比較親民的在蒐集各界對於他 就是成為中華候選人的一些想法 那我覺得 或是支持自由民主的時代 那大概都這樣子 那只是說 他宣布選總統之後 因為我們在IT那場有碰到 所以我從DC回來之後 那他就說這個 因為我說台灣在民主創新的前線 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在臉書上面發了一篇說 唐鳳說這個是在前線 那這個是不是表示說 我們是要激化美中衝突 然後我們跑到馬仙族 什麼東西 之類之類 所以我就不得不發一個聲明 就是說 這可能是 因為他是冷戰時代的前線的朋友 那他很可能是用冷戰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 但是我在講的方案其實是說 我們是在民主創新的前線 它是offensive 它是公式前線主義 不是手勢前線主義 不是說好像集權很強 然後我們在抵擋的前線 它是說我們在民主創新上能很強 我們在影響周邊的這個前線 那我想這個是蠻不一樣的一個思維 冷戰時代大概沒有這樣子的思維 所以後來 這也當然美琦就說我酸 他其實如果沒有很酸 我就好意的提醒說 台灣現在的角色已經不一樣了 是全面都可以有貢獻 不是只是作為軍事上面有貢獻而已 那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這是目前我跟他選總統 唯一的這個交集 我覺得台灣不管誰當選 台灣四百萬年以前就有了 就是從歐亞大陸跟菲律賓海板塊衝擊之下 這個叫銅萊造山運動 就形成了一個道 所以不管誰當選 玉山每年都還會長到五公分 就是這樣 我們會有很多地震 這是因為板塊衝擊的關係 但是不管怎麼樣的地震 我們只要防震結構做得好 那造成的災情不太嚴重 大家因為天災而互相支援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台灣真的就是每年長到五公分 我們說不斷向上仰望星空 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是很樂觀的 那對同性婚姻的看法 我覺得大家對於婚蠻支持的 對於因不一定支持 所以我們這個行政院的748施行法 是有婚無因的一部施行法 大家可以了解到 就是在法條裡面用的詞是結婚 但是它不成立一般的陰情的那些關係 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婚姻這兩個字 在比我年紀大的朋友 他的因的部分 就是社會性的部分 是比較重的 因為以前是儀式婚 就是你只要公開宴請賓客 你有沒有去登記 你的婚姻都生效 在2007年以前是這樣子 就是你只要是一個公開的婚禮 你的婚姻就生效 就像是小孩生下來了 你有沒有去護身事務所登記 小孩都生下來了 是這樣子一個社會性的概念 但是2008年之後 我們改成了登記婚 就是你完全不宴賓客也無所謂 甚至那兩個證人 也都不需要到護身事務所 你只要去取得那兩個證人的簽名 把它帶到護身事務所 就跟報稅一樣 你不用帶 對 現在就是你就直接 你可以去的就知道了 對對對 我三個就這樣 我三個就這樣 對對對 就瞬間就完成了 對 你就算週末都可以辦 只是要預約而已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它就跟報稅一樣 它就只是一個登記動作而已 所以那個就是叫結婚登記 那是護證法裡面有一個名文 叫結婚登記 所以那個因的部分 就是你要聯姻 就是讓家族知道這件事情 就算你不發生 結婚也發生 這是2008年以後的狀況 就是所謂登記婚的這個狀況 所以從改成登記婚之後 我們可以說結婚的婚 就跟以前婚姻的因就脫鉤了 就是結婚就變成一個純粹的登記行為 所以在公投的時候 大家對於婚姻的想像 其實你是40歲以下跟40歲以下是差很多 因為婚姻制度本身有改變過 所以我覺得說在同性上面 就是公投裡面有一暗示說 是不是同意這個民法社會之其他方式來保障 他們這個結婚共同生活的這個權利 就是共同生活的權利 那這件事情就是兩個人的事情 就是結婚的婚的部分 但是大家不想要這個一下子那麼快 就是那個因的部分 因親的部分 包含對於彼此親屬的這個成立因親關係 撫養義務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兩個接受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公投結果告訴我們說 婚的這個部分用專法來保護 是大概六百多萬人 而且是就是多數啦 那因的這個部分 就是把它跟民法相同看待 把它跟親屬相同看待 就是變成兩個家庭的事情 這個大部分人是反對的 所以後來我們在做施刑法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變成界定成就是這兩個人的事情 那就是有結婚的部分 但是沒有姻親的部分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只有重案 是按照這個公投結果去把它通過 那我覺得公投有個好處 就是一番兩分也出來就這樣 那出來這樣我們就按照這樣子過 所以就這樣子 那有一位朋友說 好了我們就好了 好了 有一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對於台灣的年輕人最想要的工作 都是要當網紅或是網美的看法嗎 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叫做取樣片物 因為如果你看媒體 那本來就是網紅或是網美的訓練圈比較大 話語圈比較多 所以你如果去問他的志願是什麼 你會被你看到的 大概就是比較網紅的人的聲音會被看到 但是因為我常常到各個不同的大學演講 像高雄這邊 每一所國立大學我都去過 大概一半的私立大學都去過 其實大部分的同學告訴我的其實是說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是對社會跟環境有意義的事情 他們不是想只要賺錢 賺錢當然也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賺錢但是犧牲社會或犧牲環境的話 這一代的年輕人是比較不願意做的 那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 把公共利益跟私人利益有平衡的這個做法 其實是我覺得這一代年輕人很可貴的一點 我們剛剛的那個連署提案的平台 我們提案人的那個年齡分佈 2300萬人大概有500萬人在上面用過 那我們有算他們花在網站上的時間 就是M型 就是有一群人是15歲 然後另外一群人65歲 然後中間的就不太有人這樣子 所以意思是說什麼 就是15歲跟65歲的人最關心公共利益 然後可能時間最多 就是最不需要這個為他平生氣的這個照相 65歲已經退了 或是至少當到高階主管了 對那15歲的他還不用去想志願 還要不想什麼他才高一嘛對不對 所以高一高二 那所以就是這兩群人 在我們這個網路平台上面是最活躍 那所以像當時大概一年多前 有一個連署提案 叫做逐步去廢除所有的一次性的 像塑膠的這種殘劇 那這個是很激進的一個環保主張 不但是減速減碳 而且是連那個我們珍珠奶茶的吸管啊 什麼都不要用什麼之類 他提出一個很急性的主張 那因為我們是可以取網 所以他叫我愛大象他想愛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他動員能力非常高 所以一瞬間他PO一些什麼海龜吸管 唱到什麼東西的圖片啊什麼 一瞬間就五六千人都來負責他 所以我們就不得不去開一個會 然後環保署啊這個其他的部會啊 都要跟他寫上 所以我們來都嚴正以待 覺得說一定是什麼環團的什麼有利人士啊 才能這樣一瞬間幾天就幾千個人連署 我們一看15歲小女生 然後而且是就高中生 而且他說這是他的高中公民課作業 就他的公民老師 要他們的學生想辦法找到一個題目 能夠號召全台灣的人來一起加入連署 那所以他就調了這個就是減塑的這個題目 果然就就觸動大家的神經 那所以當時環保署真的就不得不定下一個騎乘 然後呢這個騎乘 他是說當然最快怎麼樣 可是我們就發現其實真的民間的壓力就開始出現 所以他等於有個掀起警報的功能 就是這些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他在意的這件事情 他也許是當晚紅 可是他不是為了他自己紅 他是為了他在意的這個環境遺體 他在意的像減碳的議題 減碎的議題 減碎的議題 這些東西 所以他不是 就是這個議題 如果他能夠解決 他就往下個議題走 他不是只是炒作同一個議題而已 這跟傳統的政治人物也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些年輕人真的是國家的希望 那所以像這位十五歲的 最後找到環保署的答案 那現在他的連署就變成事實了 那麥當勞都要Kiss一下直接喝 那內容也不能用塑膠吸管 大家都要用可回收的或玻璃吸管或什麼之類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可以改變社會 那我覺得就是我們讓這些年輕人 在他甚至能投空投票以前 就能夠用這樣子的方式來促進回復魔力 我覺得是蠻好的 如何運用科技來告訴對岸的無知民眾中國的惡行 讓他們幫一會為台灣爭取一點空間 這個對岸可能不是在講太平洋對岸 雖然我的工作大概都是告訴太平洋對岸無知民眾中國的惡行 但是這邊講的可能是台灣海峽對岸 台灣海峽對岸 其實你不用特別告訴他們 他們其實還蠻清楚的 大部分的人對於城管 對於他們那種警察國家的那種狀況 其實很多是敢怒不敢言 事實上是這樣子 然後你不太看到他們在那邊抱怨 是因為抱怨的很多不見了 就是這樣子 而且現在他們很厲害 對 還有一個互動式的小紅書 就是那個學習中國 然後就是習近平思想 你每天那個app一定要積分看多少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專門讓你網路上訪 可以去把你對於不滿的部分投訴 結果很多人投訴了他就不見了 所以這麼說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就是我們是讓政府對民眾越來越透明 他們是讓民眾對政府越來越透明 所以同樣的資訊技術 用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不覺得說 PRC的很多民眾是不知道這些狀況 或者他心裡沒有不滿 現在他們就是 有點類似在我們在戒嚴早期的狀況 就是他是真的沒有辦法講 所以我想 重點倒不是 讓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而是去探索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讓他們看到說 也許也有一些方法 他可以很安全的彼此溝通 不會被他的國家檢定 他們也可以用一些方式自己組織起來 然後不會被發現等等 那這些是我從2000年初就開始做的一些工作 那現在當然入閣了 就不會有空自己寫程式 但是這個還是我很關心的一件事情 習近平修改無論其實可能的影響 這個就跟 這個跟什麼呢 就跟我們婚姻平權通過之後 大家就不會把台灣跟泰國搞錯了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 真的啊 我國際朋友 所有人在那邊洗版 就是 像前兩天才有那個Alan Shaw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個主持人 對 他好像7700萬粉絲 對不對 比台灣人口還要多幾倍 對 那他就說 這個 這個台灣是就是亞洲第一個 這個 通過婚姻平權的國家 這樣子 那他這個 他的影響比其實非常非常大 然後 而且大家就 永遠不會再把台灣跟泰國搞錯 這樣 所以就算對台灣不care的外國人 他看到他喜歡的一個主持人 這樣子講一句之後 他這個對台灣的印象 就一直烙印在他腦裡 就是 就是台灣就是一個 人權進步的一個國家 那至於他自己是反動還是體統 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台灣是一個國家 但是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 習近平稱帝的 就是修憲 的這件事情 同樣的就是 不管你喜歡習近平或不喜歡習近平 你喜歡PRC或不喜歡PRC 你腦裡都有一個 這就是極權國家 的這樣一種烙印 就是你可能真的對PRC覺得他很棒 那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時候如果傳來這個修憲的消息 那你也會說好 那他是極權國家 只是 他是極權國家 但是他有 不知道 也照顧到大家的文保 沒有讓人餓死 什麼之類的 東西也改得很好之類的 就是說 你也許還是找得出一些好的說法 但是極權國家這個烙印 就因為他改了憲法這件事情 大概就會跟很久 而且大家不會忘記 那這個我覺得是 是 確實是有點成為的意義 那這個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說有 這個技術上都有一些方法 那但是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用小區域 把它跟電話一起做 然後 讓雙方都同意的這個觀察團 去用數學方法去分析 它實際上的影響 那但是當然現在 在這次可能不一定有這個時間去這樣做 但長期來講 還是應該要這樣做 因為 真的就是 沒有事話的人越來越多了 有沒有還要想要挑戰的計畫 或者創新的目標 這些方法的問題 我其實有一個標準很會答 就是叫做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其實 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 台灣五個人裡面 只有一個人知道 就是 這個 就是當年在2015年的時候 聯合國第70次大會 有通過在2030年 就是 全人類 都要 一起達到 169件事情 那169件事情 很多 沒有人記得住 所以就變成17項目標 那這17項目標 就分成 就是社會的部分 好比像說 就是終結 貧窮嘛 所有人都要有 Healthcare 所有人都要有 這個 國民基本教育 然後這些最基本的部分 終結飢餓 但是也包含說 這個 所有國家都要做到 能源轉型 就是可負擔的永續能源 然後工作經濟成長 包含這個 王繼王路應該是 全世界的人的人權 然後 所有人都應該有 捷徑的水資源 然後海洋跟路易的生態 永續成像等等 那所以像跟我自己 工作有關的 就是這三個吧 去確保在所有跨國 我們在量測同一件事情 和空氣品質水平均這些的時候 大家對彼此的資料 都要跟彼此相信 彼此信任 然後在這個資料基礎上面 大家都要能夠彼此 跨國的合作 來解決共同的社會問題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幫忙提供技術的這一方 不能買一些後門 買一些竊填器 買一些有的沒有東西 必須要是用真的開放的方式 去跟對方去做共同創造 那所以 這個就是我 我目前的工作 就是叫做聯合國勇續發展目標 所以我不管到哪裡 大概都是會帶著聯合國勇續發展目標 要這個PIN 就是17個顏色的這個PIN 那其實你到很多聯合國相關的場合 每一個人都帶這個 就是表示說 大家都同意要在2036年 解決全世界這169個問題 這17種問題 所以像我們退步的總統 就是每年總統會選五個隊伍 這五個隊伍就是社會人士 想說 用一個新的方法來做政治的事情 但是呢 這件事情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他可能花三個月只做出一個Prototype 就只做出一個創新的證明 但是他就會得獎 每年都一百多隊 最後只有五隊得獎 那這五隊得獎他沒有錢 因為裡面都是一定有公務員 跟領域的專家 跟科技的專家 那公務員我們不能給他們錢 所以都沒有錢 但是他給了什麼呢 是給一座總統的獎座 那這座獎座很好玩 就是它是一個投影機 你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打開 它就會投出總統辦這個獎給你的畫面 那這個在公務體系裡面非常好用 就是神主牌 就是說你如果這個需要橫向寫 然後需要爭取預算 需要爭取資源 你要把獎座往這個桌上擺 你就馬上就可以爭取到 因為這個是代表總統的一個承諾 就是說你在這三個月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在接下來九個月 我們用盡一切方法 改任何數量的行政規則 去改任何數量的預算 然後加任何數量的能力 你這個想法在九個月之後 會變成下一年的政策 而且我們就會繼續幫你委員下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新的一種創新方式 那當然我們說這100個民間提案 其實我看大概一大半都是公務員寫的 而且大概都是科長這個層級寫的 因為你看他寫的那個筆調就知道了 但是這個科長可能以前他從來沒有足夠的支援 沒有足夠的錢 沒有足夠的跨部能力 沒有足夠的跨部能力 他長官不欣賞他這個idea 所以總統辦黑客送去一個機會 他可以去找他民間的朋友 什麼協會的朋友啊這些 去幫他提 然後他就說把本科配合辦理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到最後沒有做出來 他沒有任何損失啊 那但是如果最後做出來了 那他的公務生涯就此改變 所以我們去年的五個隊伍 像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叫做 搶救水寶寶 Water Savior 他就是台灣自然水公司說 他們都會就是拼水 漏水的那個類似拼整器 這些朋友他還台一週要一年多 從一個新的漏水出現 到這個漏水聽到 可能要過七個月的時間才會被聽到 所以台灣的漏水問題 因為是塑膠管 一直都比較嚴重 那他們就說 那我們就把水壓水流量 所有這些資料分享出來 請民間的這些做AI的這些朋友 後來什麼HTC啊 政大啊 資测會啊 新生院院門部啊 很多朋友都進來 幫他們做了一個學徒 就是一個line的一個小幫手 然後他這個師傅今天一起來 那個line的小幫手就告訴他說 師傅啊最近這三個地方 比較可能漏水 我覺得 你要不要先去聽聽看 因為他們聽大部分都沒有漏水 其實工作人員就是很辛苦 所以他只要聽到了 七成的機率都會漏水 那這個時候他就可以發揮創意 真的把它解決掉 所以他就大幅縮任我們工道漏水 那這個就是 160項目標裡面的6.4的這項目標 所以我們只要跟國際說 欸我們解決了6.4的某一個關鍵問題 那他們在營餵總維白衣服裝之後 馬上就被搖到紐西蘭 然後把威靈頓解決同一個問題 所以威靈頓就是 金紐現在反而不缺水的 但是借過年輕 所以他們開始有缺水問題 在奧克蘭那邊 所以他們就幫忙把這個漏水的檢測範圍 真的把它縮小 所以我們像明天 我就會去跟這20隊 就是今年的前20強 去一個一個去探討 他們需要的資料 他們需要的支援是什麼 那最後如果有5隊友做出來 那他們都會變成政策 那這20隊怎麼產生的 就是用大家的那個 Join平台的帳號 今年有大概2000人 就是投票產生的 這一百多隊 每個人都有99點 那這99點 你可以投99個對5個一票 但是如果你要投2票 就要花4點 3票就要花9點 4票就要花16點 那這個叫平方投票法 是一種新發明的投票法 那可以確保說 大家不會全部換票到一個地方 因為你灌下去就只有9票 可是你可以投兩個各7票 所以就是大家都會自己賠票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就是非常的平均 大家關心的像 我就從左上角來開始講 就是說像這個是 每一個不同跨線室 能不能用同一支手機程式 你看到有人違規停車 你就拍個照 他馬上就檢舉 然後警察局就收單 這種題目 那或者像司法院是說 你如果看到裁判書判決書裡面 很多人文言文 能不能自動翻成白話文 而且告訴你說 之前良行的這個行情是什麼 這樣子很多第一次接觸司法的朋友 就可以了解到說 如果以後你要當國民法官 或你的親朋好友 這個有這個興趣的話 就可以一下子看得懂這個判決書 這些每一個都是在做 我們明天開始聯合 對 那所以這些其實每一個都是非常好的題目 對 那像這個 它有一個叫做炸彈掏空早知道 這個是16.4 也是一個聯合國人區發展目標 那這個就是 其實 它這個本來的題目叫做 力霸慶福早知道 但是我們在這個評審團討論的時候 就說慶福根本還沒有三審確定 你這樣子好嗎 所以後來它就很同意 它就把它改成叫炸彈掏空早知道 但是意思就是說 它去結合所有不同的部門裡面的金流的資料 但是這個資料不會放到外面來 而是說它有一套演算法 這套演算法讓這些不同的主管機關分別去跑 然後它把這些演算法的統計結果加起來 它就可以把最有可能正在發生炸彈掏空的 把它找出來 然後這個就跟那個漏水的師傅先去找哪些一樣 那這些審計員就可以先去找那些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解決很重要的 就是炸彈掏空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像很多關注化學品 它能不能夠不要一直購買 然後一直統計在那邊 可能還有消防和公安的問題 能不能夠有一個分享的一個方法 這個是台灣的海洋垃圾 可能怎麼去跟周邊的國家一起去算海洋垃圾的流向 然後把海洋垃圾去解決之類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一個一個念 但是我覺得這次因為有納入公民的平方投票法的關係 這些的那個接地企業程度都相當相當很高 像地方政府提的像底嘉珍順 那個就是讓嘉義的交通耗質能夠變成 讓大家不要塞車的一種做法 那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接地企業程度比上一屆的還要高 那當然報名的隊伍也比較多 所以接下來就是明天沒二完之後 他們就會有兩個月的時間去做出實際的成品 那這邊有做出來的十隊會在總統見面DEMO 那DEMO完之後我們會選五隊 那這五隊就會變成我們實際的政策 所以要說社會創新 這個就是社會創新 就是表示說我們公部門、私部門跟社會部門 不會是互相指責 而是互相補位 好像我們缺什麼我們就補什麼 那如果沒有做出來那就是實驗而已 反正實驗總有失敗的 但是如果有做出來的話 那它就真的會變成我們政府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開放政府的理念 好 單點剛好就六點半了 我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